詞曲 李宗盛 胆囊癌程如剛剛講的 因為它癒後非常差 大部分又是在手術中 手術完的病理發現無意中發現的 所以在我們的統計上 就是把它分得非常非常細 也是一樣用TMM的分歧系統去分 包括T就是腫瘤本身 那胆囊本身它是分層的構造 有黏膜層肌肉層 然後外面的薑膜層 那它的發育都是從這個黏膜層長出來 往外侵犯 所以它的T就是根據你這個分層來決定 所以它如果是在非常非常早期 只有在黏膜層的時候 這是最早期的 那這樣的癌症 我們如果說做了胆囊切除 理論上它是安全的 就可以不用說再做進階的手術 但是如果說在病理化驗中發現它這個腫瘤 已經侵犯到所謂的肌肉下沉 那這樣的腫瘤它往外擴散的風險很高 所以如果說胆囊切除 我們發現它的這個T的這個分歧 是已經超過這個黏膜下沉的時候 就要再做第二次的手術 可能要去做這個膽管周圍零發現的擴清 甚至在這個擴清的過程 如果發現它確實腫瘤已經侵犯到比較遠 或者說在開完刀我們做影像檢查 發現這個腫瘤已經侵犯到肝臟 那可能還要合併做一部分的肝液切除 所以根據它的這個T的這個分歧 會決定它治療的方式 像這個是英國的這個外科醫學會 他們根據這個膽囊的腫瘤 它侵犯的深度 有不同的這個建議後續的手術的數字 所以也就是說只有非常非常早期的膽囊癌 侷限在黏膜層的膽囊癌 才有機會單純靠這個膽囊切除 就能夠可以長期追蹤跟比較長期的存活 所以一旦它已經侵犯到你膜下層的時候 就必須要再追加更進階更廣泛的手術 那甚至在這個手術完之後 再看看你這些實際上腫瘤的分歧 跟你發線的分歧 再決定要不要追加後續的化療 如果說它有侵犯到我們的膽管的主要的構造 已經造成黃膽產生 那就可能會需要去置放置降 那當然如果說這個腫瘤本身已經侵犯到膽管 侵犯到這個不管是分支或者主幹 造成它有黃膽的時候 表示這個腫瘤的分歧 也已經到很進展的這個分歧 那很進展的分歧又是膽囊癌 它很有可能就是已經有遠端擴散 所以基本上如果一個膽囊癌的病人 又合併黃膽出現的時候 這就暗示了它這個腫瘤已經浸潤得很嚴重 所以甚至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可能遠端轉移的機會都已經非常非常高 所以這種情況下反而我們去做手術的這個機會 就很低 因為大部分它可能已經轉移出去 那這種時候還是要去緩解它的這個黃膽的症狀 就會考慮說去放一個膽管的支架 來緩解它這個黃膽的問題 對 基本上是小於三成 基本上是小於三成 所以我們都要做手術的